前面有啥水车呀 怎么过 今天的话我们去宝马店看一下 因为他们新款的F700GS已经到店了 然后去拍一下 哇这一片银杏还挺漂亮的 改天天气好去市区拍一下银杏 基本上都已经缓了 可惜这段时间的话这几天都是阴天 阴天拍出来的话就不太好看 在修场 这是陈之炉高速的底层的道路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以前挺少走这边的 但现在我觉得走这边也还不错啊 车也没有像红熏龙南沿线呀或者是益州大道啊 既然大道那么多车吧 从这条路一直进去 就到成都这边有一家 法马4S店底层道路的话中间是有实体的隔离带隔开的 非进入车道的话和中间的这个进入车道也是分开的 所以说在这段路骑行的话感觉还不错 车也不多 车也不多 这里是右转吧 好像就是从这哪里进去 在前面掉个头 后面已经没有车流了 因为这个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 所以一定要保证执行车辆的顺利的通过 然后才是你掉头啊或者是转弯之类的 好像就是在哪里 我来过一次 然后他们一边是宝马一边是哈雷 哦到了 右手边 我看车是停在他们哪啊 我看车停 先问一下 问一下他们停在哪啊 现在大门口不太好吧 停在前面 不要停在厨窗门口 停在哈里克宝马中间 我找到高鲁 高鲁啊 宁愿去哈 要的哈 这是成都的宝瑞行 卖宝马摩托车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然后因为他们店上 刚到了就前几天到的 宝马的F750GS 我们去看一下750GS 我们去看一下750GS 这就是宝马新款的中量级ADV车型 F750GS 在国内的话 主要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旅行版 一个叫专属版 看一下外观 比F700GS 我觉得外型上的价格好看一些 售价的话是12.999万起 最贵的版本是135,290块 可能国内的车友对于坐高的话 有的时候比较有要求吧 这台车它的最低坐高有770的 现在这台就是770毫米的 这个坐高的话应该大部分国内车友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轮毂的话前轮是19寸的 然后后面是17 轮胎是土力四通的 前面是双碟 Brumbo的卡钱 后刹车的卡钱的话也是用的Brumbo 发动机的话是853cc的水冷人 双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的话是57千瓦 77匹的样子 最大纽就是83厘米 还配置有换挡辅助 这样的话你在骑行的时候 不用捏离合也加减挡 是挺方便的一个功能 在配置上的话 像我要是启动 手把加热 抬压监控 还有牵引力控制 还有骑行模式这些 都有 还有弯道ABS 就是宝马这边的ABS Pro 油箱的话是18.5升 可用燃油应该在15升的样子 整个车整备质量是224公斤 这台的话叫专属版 然后前面还有一台这个是旅行版 这个版本外观上的话就是颜色的区别 颜色的区别 还有就是你看它这个的话就没有标配的话 那个护手 没有标配护手 然后这个版本的话 坐高的话是790 然后这个三香音也不是标配 是你另外的选配 离合的话也很轻 非常轻 像我都把两个手指这样操作的话也不就觉得很费劲 非常轻 牛角也是可调的 它这个只要是靠近就可以了 靠近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主节面 这是车辆 我的车辆 我的车辆可以进入我的车辆 这是所有信息 水温台呀电呀生云油好点都有 那这是车载电了 就是暂停然后就当前历程或者这些都有 这就是台呀 那这个是保镜 保镜就是没有的了 哦 对 然后就回来 这是第二个 导航 导航 导航的话 手机你需要下载一个宝马官方的导航 就是一个APP 一个APP 然后在手机上导航 这个你会显示 比如说前面左转号就右转号的 现在通过蓝牙先连接它 对对对蓝牙先连接它 哦 播放器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锅 你放了啥子锅 你可以切换 电话这个你完全会看你的东西 通讯录这些 可以接电话可以挂电话 你可以给外套打 它是设置 设置设置 设置进入设置 还有天亮设置 天亮设置 这里面就有设定的台牙保镜 哦 台牙保镜 就设定一个纸 对 台牙地牙台牙保镜 这个是整个操纵间的 可以左右上下移动 旋转就是 对对对 上下移动 往右边的就进入这个设置 回出来的话就是 往左面板 A边是可以关闭的 这可以关闭 它这个A边是 它这个A边是 这 A边是ASC 可以关闭的 它这两个是代表一个是 A边是一个是方车化 前车和后轮 它转速不一样的时候 它坚持到你后轮大滑了 它就限定的输出 对对对 这边收拔加车 这个收拔加车 现在有三个档了 以前只有两个档 嗯 三档是最热的 三档最热的 三档 那这样就 然后七星模式现在更多了 有四个七星模式 这是公路肉的 大个运动 这是月夜热 然后还有一个雨天 然后邮箱也是五月四 其中邮箱 邮箱也是 他也是打 洗好个后 这个就可以 这个是五月四的 该引到钥匙再还得打开 嗯 八四个后 难得不放 它就有个锁车工的 锁轮灯 哦 要锁了 它电了 对 它现在大灯 有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大灯不一样 L1对大灯 这现在属于是日行灯的关系 然后圆关灯呢 哦 我们看一下店里的其他车哈 带大家灌一下 这里是拿铁 那这里是踏板 C650 Sport 后面那个绿颜色的 是宝马的电动踏板 以前最开始上市的时候是 19万多吗 好像 现在的话是9万多 9万多 R1200RT 公路旅行车 S1200RT S1200RT 新款的S1200R的话 就没有这个非对称的大灯了 这个宝马的S1200R和S1200R的话 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头灯 其实看习惯了还好了是吧 一大一下 但现在的新款前段时间在米兰车展已经发布了 它就不再是这种非对称的大灯了 R1200GX ADV版 这要是多少钱 这个官方指导要是25.77万 在前面看起来非常的大 这样 这么大的话 其实七星的时候封竹堡故事比较好的 这边这台是红白吧 500色 这个颜色我还记得挺好的 里面的话还有台310GS 这里面还有一台R1200Rs 这台车感觉路上看到的不多 所以也随时 算是公路旅行车吧 公路旅行车之类的 因为它车把还是挺高的 其实 骑起来应该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他们的卖一些服饰这些 一些布品吧 骑行服 头盔 都是头盔 这边还有一些骑行鞋 这是皮衣 骑拿铁的话穿皮衣还是挺帅的 这边的话摆了一些原厂的一些配件 像坐垫呀 就是一些低座的坐垫板 还有邮箱包 还有尾包 这边主要是一些防护吧 发动机的护板呀 大撑啊 发动机的侧面的护架这些 这边还有排气 这是箱子 大概的话便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还喜欢 满满的其他车型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说 你下次来的话 详细的拍一下其他车型 因为今天主要还是来拍F750GS 好准备走了 哎呀我这车已经粘的 粘的没有车样的感觉了 已经骑了很长时间没有洗车了 而且还骑出去玩过几次 然后回来都没有没有时间去洗 你看今天下午天气还不错 要不要去洗个车呀 算了还是改天去洗吧 改天去本田4S店那边去洗 好回去了 这旁边的话是哈雷 好谢谢 下午还出太阳呢 出点太阳的话 骑车就比较比较舒适了 冬日暖阳是吧 宝马F750GS的话 我觉得配置还是挺高的 基本上该有的配置都有 买回去的话 买回去你只需要装一个护干三箱 然后风挡的话需要加高一下 然后就可以出去玩去了 什么电热手把呀 什么弯道ABS呀 骑行模式的选择 还有快速换挡系统 这些都是有配用 什么胎压检测 还有啥 基本上一能想到的一些 配置吧 都有在原车就有配置 而且对于国内的骑士来讲 坐高也不错 它最低的坐高有770的版本 770的坐高的话 像我170坐上去的话 还是挺有脚踏实地的感觉 像我现在骑这个是 本田CP500 它是810的坐高 然后你再去做那个770的 F750GS你会觉得它 还是要低一些 还是要低一些 梦幻岛祖旗公园 好久都没进去过了 炮头 这个小时候经常买 现在还有卖的 挺少见的了现在 如果大家对宝马F750GS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4S店看一下 宝马的4S店还是挺多的 在全国应该大城市吧 应该都有 好了今天就拍到这里 然后也快要到家了 然后也快要到家了